去向你自自然然就明白了 章法这个课判是完全是分析文字 特别重视它的形式 你们在内典讲座里面学习过 一般经文大分是三大段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每一段的时候又可以分为这三段 序分里头有序分里面的序 序分里头的正宗 序分里头流通 正宗分里头有正宗的序 正宗的正宗 正宗的流通 你从这个概念 你就能推知这个层次 什么有限制的 你像六百卷大博弱 我看到古人给他做的课判 那个课判的本子 就像小型的报纸一样 是四开的 四开的本子 我们现在看这个报纸叫对开 四开的本子 就是现在报纸一半大 那么大张 我看到这个本子有二十多册 大博弱经的课判 我看了这吓了一条 从来没想过 六百卷大博弱经的古人 有这样的耐心 把它做成课判 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课判 最大的是看到华弱经 华弱经这个课文表结 你们同学们好像都有 所以金无论大小 你要想研究的 头一个 你就研究课判 研究它的段落层次结构 这非常重要 你会做扩判 你就会将金 你不会做扩判 你肯定不会将金 所以这是首先要学习的 那么在这个我们前面呢 有一个表解 这个表解叫全库 从表解上 诸位能看到 全新 总共分成 这个正宗分里头 有六个大段 六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呢 是是否得报 第一 就是问 我们学府所得到的果报 这个果报是急还是凶 第二个大段呢 这都是阿南尊者问的 杀业责任 这个杀生 第三大段呢 是问私地之分 老师跟学生 这当中的关系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私生的关系 第四大段是以法抵触 这个现代人 是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学佛 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冲突 这个问题怎么解冲 第五大段呢 这是阿南庆幸 自己能够 有这个缘分 问到佛法 同时 联名世间 许许多多人 没有文法的机缘 第二六大段呢 是阿南的赞颂 这个赞颂是属于重颂 将前面这个长行文呢 以寄颂的这种题材 重复再说一遍 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里面 又分四段 就是丙一 丙二 丙一 问是否得报 云后不得 这些问题 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许许多多同修提出来 我们同样都学佛 为什么果报不一样 请看经文 阿南的佛言 由人是否得富贵邪勾勾者 由衰后不邪勾勾者 云后不等同也 愿天中天 普未说之 这是阿南向世尊请教 用伯 伯是镜词 那么佛对阿南呢 是佛告阿南告诉你 这个告诉 是上对下 现在人不讲究了 现在对他爸爸妈妈 我告诉你 对他老师 我告诉你 对他的长辈 长官 都是我告诉你 这个告诉是对下的 不是对上的 但是现在习惯了 大家都错了 就对了 只要意思能表达出来 就好了 词归答义 所以刚才 我要看到你们同学们 争论这个 中国文字 破音字的读音 也不必讲究 为什么呢 大家错了就对了 你要念个正确的音 别人不懂 你说现在大家 我们讲矛盾 矛盾大家都懂 如果念真正 把音念正确了 你不懂 真正正确的音 那个不念顿 念顺 我念毛顺 你保险不懂 你不知道干什么 是不是要随时 大家错了 就对了 念毛顺 古人懂 金人不懂 那念矛盾呢 金人懂 古人不懂 但我们现在是对金人 不是对古人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讲解的时候 可以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但是日常平常 生活当中 你念 还是得念毛顿 你说我念正确的 没人懂 有什么用处 这个就是 通勤大便 善桥方便 就在这些地方 不能计较说 古音怎么多法 我们面对着 不是古人 你面对是金人 但是我们学习 古音知道好 这是一种常识 可是面对现实 那你一定要迁就大众 你不迁就大众 人家说 你说话我不懂 你办什么事情 都不通 人家不懂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阿南提出问题 向世尊请教 他的问题 有人是否 这个是否 就是我们今天讲 是否 可是学 怎样学 学是效法的意思 学习 都 都 好